香格斯降临何之国 萨博成为威威的杀父仇人 暴君雄被革命人救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金 海贼王1054话新一波情报炸裂来袭 本花卷手采叶为 香格斯、黑胡子、巴基、陆飞 四为新四皇的合影 首先是绿牛果实名终于公布 果然就是我上个视频猜测的自然系森森果实 作为森林这一自然元素巨像 大将绿牛恐怕能一跃成为海贼王中生命力强的变态强者之一 继1053话 绿牛沙西腾腾走向花枝都 本化他和众人正式展开了战斗 目前已知大河一击打中绿牛头 然后是香格斯和红发团传人们的下落 他们居然出现在了合治国附近 上次陆飞在蛋糕岛尾身成为五皇时 红发也说去相聚之时越来越近了 没想要这才没过多久 草帽小子已经成为名副骑士的四皇 想起来巅峰再会的承诺 其他人都很想见陆飞 可香格斯表示 要先解决巴托洛米奥的事情 这里也是 故意就指巴托在肥叶片 不仅在他草帽大船团中 把香格斯的骑士烧的剧情 这种等腾于宣战的行为 仅仅就是在打香格斯的脸 估计等巴托弄进红发陆飞的关系后 那肯定是相当后悔 这里还有一句格外重要的台词 那就是香格斯说 是时候去夺取1P子了 这不仅是他和罗杰船长的约定 更意味着香格斯的一切行动 包括成为四皇和维系各势力均衡 也许都是在等陆飞战场巅峰那一天 关于世界会议期间 正经世界死亡报道 本次也给出了细节 原来薇薇公主的父亲 扣布拉国王被刀了 从那时无老心对话就可以看出 杀手大一律是他们安排的 但如今这一切 全都加护给了萨伯 萨伯由此获得炎帝之名 不过革命军然是有收获的 他们把熊救了出来 如果革命军当初派他去当七五海 真的是为了拉拢贝加旁克 如果熊真有把意志派出体内能力 那熊未尝没有复活的可能 届时 他获得情报或许能成为 革命军翻盘的关键 另外本化末尾出 赤犬在与新角色对话 有情报说 新角色带坏黑马 以上就本次情报的全部内容了 下周不休看 我是白金 咱们下期再见